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定义异端 请看到底什么是异端呢 何谓异端呢我们看下一页 你知道如果真的是异端 我就要用外面人来检视嘛 我自己说我觉得没有人说自己是异端 就算异端也说自己不是异端 所以我们看基督教论坛报怎么看 五个检验异端的标准 符合一个就是异端 好请看下一页 第一个关于圣经的权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是神所末世 以赛尔书八章二十节说 人当与训违和法度为标准吗 他也福音五章十八节说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 有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我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不是废法主义 我们完全没有说律法被废止了 我们说律法被成全了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 律法一切的要求 如果你有兴趣去看 都还在新普及一本的罗马书里头 所以我们律法没有被废弃哦 请弟兄姐妹不要去讲什么 我们律法好像无用废弃 不要用这个词是成全的 而且是真的被成全的 天地被废弃 律法一点一化也都不会废弃 因为律法是圣结是神所设立的 好 第二关于三一神 神就有一位 但是有父子圣灵的三个位格 三的讲究 你看父是神指示神 灵是神 父是永远指示永远 灵是永远 父子灵是永远到永远 同时共存 互相内在不相分离的 这个部分当然所有的基督徒都完 真正的基督徒都完全 阿闷三一神这个部分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关于基督的位格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 他就是神 罗马书9章5节说 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 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断不断不断强调 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他两个部分是完完全全 但是他又是完全的 不是分开的 是完全在一起的 他的神性跟人性是完全在一起的 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哈雷路亚 我们再看下面 关于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救赎是一次就永远有功效 一次就永远有功效 不用再救 不用再救 一次就永远有功效的 这是我们不断强调 我们看下一页 希伯牙书10章10到12节 我们平得只依靠 耶稣基督指 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勒气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什么叫坐下 就是坐完了 所以才会坐下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我们就得以成圣 这是我们不断在强调的 我知道很多异端不强调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不断地强调 耶稣一次是我们成圣 哈雷路亚 我们再看下面 第五 关于主再来的事 没错 主的确快来了 主真的快要再来了 末世快要到了 但主提醒我们 人要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真的 不要去信那些什么 说他是基督的 他是弥赛亚的人 没有了 耶稣就那一次 这样子降生 然后下一次来 就是来审判 来成就这一切 当然跟你千禧年国度的观念 有关 没关系 耶稣下次再来 就是直接彰显出他的大能 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人 自称自己是基督 是谁谁谁谁谁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另外一个 我们不能只看一个 我们要多看一些 专业的圣经学者 摘制异端学 卓明焕著 感染基金会出版 卓明焕是一位 韩国的神学的高手 他写异端的东西 写到他最后被异端暗杀了 他是一个非常 他讲的东西是非常的对的 非常好 还有再来 摘制省介山所住的 今日教会的渊源 是静信会文字中心出版的 OK 那我们来看 到底他们怎么看是异端 我们来检视 到底自己是不是嘛 没关系 我们就是在神面前 真理 真经不怕火炼 真理不怕被检视 我们继续看 如何分辨异端呢 请看 第一以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 来分辨异端 我们教会完全相信 使徒信经 宁希兰 宁希兰 亚叉 纳修信经 这三个信经所讲的 每一字每一句 好我们来宣告 来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人的父 从而天地的主 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的主 因着圣灵成运 从童女玛利亚 所生在本丢比拉多 手下遇难 我们完全相信 我们继续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葬了下到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后升天 坐在无所不能的 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要从那里降临 我们继续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一圣基督教会 圣徒相通 罪得盛免 肉身复活并且永生 阿闷 我们完全相信 这里面的所有一切啊 OK好我们继续 第二 全正的教会 相信耶稣基督 十字架是救赎真理 异端否认 我们完全相信 十字架的救赎的真理 一切都是耶稣基督救赎我 耶稣基督做成这一切 我不可能靠我得救 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得救 只能靠耶稣基督 我们再看第三个 好第三 全正教会接受并相信 新约66卷圣经为正典 是神特别的启示 异端者识别的福音 比新旧约更具权威 并主张神启示的持续性 所以我们完全相信 新约旧约加起来这66卷 是圣经的正典 他超正典的正典 好 是神特别的启示 OK 所以我们利用简单 我们也是分享一下 所以你不要动不动说 什么神启示你 神启示你 当我们真正神学上 用启示这个字的时候 启示在讲圣经的启示 你可以用神感动你 神感动你 OK 异端者是别的福音 别的东西比信旧约更具权威 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以经解经 上下文时代背景 我们让圣经来解释圣经 就是这66卷书 好我们继续下面 第四异端者就如马太福音 24到24节记者 他们以神所拣捉的百姓 既一般教会的会友为迷惑的对象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看你们都跟很多基督徒讲说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你们是不是在迷惑 一般教会的会友呢 不是 我是按照刚才上一点说的 把这66卷耶稣基督所启示 都在讲他的圣经 跟大家讲一经解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只是把圣经解清楚 我讲的哪个东西不是圣经说的 那你就不要听 如果是圣经说的 请你好好听 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版本 因为人会翻错 可是神启示的圣经没有错 圣经没有错 可是翻译会翻错 所以没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让你看懂 我们再看第五 第五 一轮者把他们领导者 作为敬拜的对象或神格的话 拜托 我哪里长得像神 是神还神经病 都不像 不是神也不是神经病 虽然很多教会 有个 大家很爱他们的牧师 可是那是因为爱 那不是敬拜 千万不要去神格化自己 我们也没有神格化任何人 是的 我们很喜欢哪个牧师 我们很爱他 就很像是 你很爱你爸爸妈妈 就很像你很爱你好朋友一样 可是你不会神格化他 OK 了解 好 所以没有什么什么 假基督什么在我们当中 好我们再看第六 一轮者在不健全的 神秘主义温床中蔓延 事实上很多时候 他们就会用一些神秘主义 神说你有什么灵 神说你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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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子控制人 没有我们就是直接讲圣经 然后释放人 我们讲的如果不是圣经上说的 就没什么好相信的 如果我们讲的是圣经上说的 请你好好相信 对不对 好 请看第七 异端在解释圣经上犯了错误 没错 很多人他们就看了一个经文 然后就印说这个就是什么 比如说闪电在东方 所以就有东方闪电 然后就有那些 全能神教会等等 那真的就是不要乱解释 可是圣经解释 有它标准的方法 按照时代背景 已经解释上下文平行经文 我们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你会知道 我们解出圣经真正的意思 哈雷路亚我们再看第八 第七继续好 我们看音主 异端在解释圣经上犯了错误 你看怎么说呢 宗教改革加马丁路德主张 圣经最正确的诠释 就是圣经采用已经解释的解释 圣经最好的诠释 就是圣经自己已经解释 OK可是其他异端他们做什么 你看下一页 异端者大部分主张隐喻式的解释 过分隐喻会犯下错误的解释 有些时候想用一点点隐喻 可是你不用担心 它还是在圣经的保护里 我们不可以超出 不要过分隐喻 然后不要轮路只有他们 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就算你知道恩典 你不要觉得好像弟兄姐妹 很多弟兄姐妹好像有一些律法 或是有一些什么重要 你不要看不起她 你要爱她 她是你的弟兄 是你的姐妹 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才是 纯全的教会 没有 只要接受因亲诚义的教会 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教会 都是弟兄姐妹 都是自己人 不要认为只有自己百分之百 通达圣经喔 不要认为只有百分之百 自己通达圣经的骄傲 那个是很容易进到异端 弟兄姐妹要小心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没了吗 就这样子 你看我还以为还有更多 我还以为还有更多来检验 你看检验完了 你有吗 我有吗 我们不是嘛 我们是纯正的基督教会 我们是纯正的神的儿女 我相信圣经 我相信使徒信经 亚他尼奏修信经 尔尼西亚信经 我相信神所说的这一切 我讲的圣经上没有说的 你就不要信 如果我讲圣经上有说的 请你相信神所说的话 让我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八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就是圣经启示的66卷书 就是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圣经 唯独荣耀归给神 这五个唯独 主要让我们不要好像 别人跟我不一样 就说他是一端 是的 我们有些东西的看法 不一样 尽心会相信要敬礼 点水里也还是弟兄姐妹 也许我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还是神的儿女 我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相爱 在一主一心一喜 一神的前提之下 彼此合一 一起把耶稣基督传出去 也许我们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神还是爱你 神也爱我 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尽力 接力 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也祝福我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奉耶稣祷告 阿们